新號,重複幾次 那這個時候,其實像 有些函數,假設你們 沒有用過,不用擔心 其實大部分都是什麼 用看了就知道了,因為它旁邊 都會提示嘛,所以剛剛我們在 插入函數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有一個說明 即便你沒有用過 也不用擔心,它旁邊都有 其實你只要懂它到底要什麼 你給它對的東西 它就會給你正確的結果回來了 其實函數就是一個return 它把結果 返還給你一個結果 你要的東西,好,這個是IPD LEN這邊也有 往下這邊也有 LAPS,這個因為連帶有一些 其他的 LEN這邊也有,OK 那請各位先把這一題稍微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的話,我們再來 解這個地方,OK,畫面先 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再來的話,這個 LEN,當然這個地方 本來是判斷性別啦 不過這個地方還有一個 你可以旁邊加一個欄位叫長度 插入函數之後的話 在文字裡面一樣有一個LEN 所以這邊有一個LEN 那其實如果你不知道說 這個函數怎麼使用 當然它底下都有說明嘛 一個TESTER 就是你要給它一個文字 它會返還給你什麼 總共有字元的個數 有沒有,底下都有 當然還有一個函數說明 你點擊進去 它有個詳細的說明 是官方的說法 不過也許有可能 你看半天還是看不懂啦 也可能啦 不過就是大概知道那個邏輯 你就知道它到底在傳達什麼意思 OK 那這個 這個函數比較單純 就是給它一個TESTER 所以按一個確定之後 假設我今天想要知道身份字號 這邊的身份字號有沒有錯誤的 那我怎麼會知道呢 其實很簡單嘛 你如果返還的長度 如果是多少 十個字的話 那表示這邊的身份字號 應該就不會有錯 可是如果說你返還奇怪 怎麼為什麼這裡面 有那個十一個字 那一定有錯誤嘛 你就去CHECK什麼 CHECK那個 字串長度有錯的那一些就好了 所以這也是一種方式啦 如果說你將來 你回來資料 那很多時候都很容易有錯誤 那你要一個一個 逐個CHECK 其實是很浪費時間 那你可以用LEN來檢查 OK 那如果有錯誤的話 那比如說 你可以把這個 後面這一碼給 也許多了兩個 那你就把它刪掉 那CHECK一下 沒問題 那就十個 就通通都正確了 當然這裡你也可以再包一個EF 判斷一下 EF LEN等於10的話 那表示是正確 反之就是錯誤 諸如此類的 那性別這個部分 就需要怎麼樣 這我想應該各位 對這個話 各位對那個 性別應該都知道吧 抓第幾個呢 抓第二個字嘛 如果E的話呢 就男生 二的話就女生 那不會有其他的數字嘛 OK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要怎麼樣抓第二個字 那其實這邊的話當然 你前面我LAPT跟RIGHT 其實這兩個都不行 為什麼 因為左邊算過來 他也不會 右邊算過去 也不會中間 所以這邊插入函數裡面的話 會用到一個啦 這個就MID 中間嘛 所以這邊有個MID MID函數 就MID 中間 那這個函數其實用到的機會還蠻大的 常常都要抓中間的 你如果左邊跟右邊不行的話 那你就MID 不過MID比較麻煩 就是他需要什麼 三個參數 有沒有 E是TES 就是你要給他 他要的身份字號 第二個是什麼呢 STAR MUM就是 就是數字 第幾個字 第幾個的意思 STAR NUM是 第幾個字開始 然後呢 NUM CHA CHAR是致圓 就是要取幾個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知道那個規則的話 按確定 有沒有 他會底下有個說明 按確定 給他他要的 要從第幾個呢 第一個 要抓幾個呢 抓一個 欸 不不 第二個 更正一下 應該是 如果你打錯 像我剛剛打錯對不對 你看一下這邊 也都知道吧 所以你不要 就很順的就把它按確定 你可以先看一下Return回來的結果 不對 H怎麼會是H 那就第二個 取一個回來的話就是E OK 但是呢 特別注意一下哦 這個E哦 跟一般你看到那個E哦 是有沒有相等的呢 這兩個E有沒有一樣啊 特別注意哦 你有的同學比較容易忽略這個東西 雙引號 這個雙引號什麼意思呢 對它是文字 對它是文字 或者叫字元 那跟旁邊如果沒有雙引號的 這個是數字哦 OK 所以兩個不相等哦 如果你給他等號 他一定不會相等哦 OK